今天來拍一下回來台灣的第一集POV 嘿大家好我是皮特 蠻長一段時間沒有上傳新的影片 我最近回到台灣 然後想說剛好利用某一天的下午 然後去中山站那邊拍一下 因為我其實之前在台灣拍照的習慣 比較像是我會先找到一個點 譬如說是一棟建築或是一個 比較熱門的那種IG的打卡景點 然後去那邊拍一下 然後再來看說那附近有什麼 但是我覺得自從我去加拿大之後 我拍照的模式比較像 我就是去那一邊走路 然後看說我可以拍到什麼東西這樣子 然後我想說我今天在台北拍照的時候 我就試著把這一個拍照的一個感覺 給套用到台北的街頭上 看看會拍出什麼樣的東西 那今天的配置呢是這個FUJI的X-PRO3配上 最近新買的一顆二手的50mm F2 那今天想說順便測試一下這一顆 在節拍上的表現是什麼樣子 小的盤子 好 最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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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實在台北能看到這種一樓 然後是這個設計的房子還真的蠻不容易的 所以我那個時候也按下這張照片 然後前面的交通錐呢 也跟它形成一個蠻跳的一個顏色對比 所以那個時候呢我也拍下了這張照片 所以我覺得這邊還蠻有意思的 就是我在這一個房子這裡呢 我連看到三個我覺得蠻有趣的 然後在就是剛剛拍完那個房子的旁邊 立刻就出現另外一個是這個關一半的鐵門 看起來是蠻好看的 對 然後再來是旁邊這台車 我會拍一張照片我覺得是因為它還蠻用心的 就是它停物停車還沿著它的車子的高度去貼 然後那個時候看到覺得還蠻好玩的 接下來這張照片就是我在走過一條 有點像防火象就是後向的那種地方的時候 所以我看到了一個畫面 那麼其實那個時候我是在用手機 我在好像在回信息還是看什麼東西的 然後我就看到有一隻貓在路中間 就非常貓會做的事情就是一個路壩的行為 然後後來呢走過去之後覺得說 欸這個行為還不錯 然後就回頭拍一下這張 那接下來這一張呢是 我經過一個算是鐵門嗎 一個鐵的材質的一個牆壁 然後它的前面停了兩台機車 然後這個中間這條線呢 跟它旁邊的後照鏡 形成一個蠻有趣的構圖 那再繼續往前面走一點 這張照片呢我覺得這個窗花的設計 其實真的還做得蠻漂亮的 我通常這種設計 排箱只會在台南才看得到 但是那個時候在中山站這邊呢 不經意的看到蠻多這種房子 然後前面也停著一台非常 感覺用很久的腳踏車 所以我拍下了這張照片 那再來是這一個路邊的籃子 那這個籃子的顏色 其實就跟我們一般看到那種 拿來裝送貨進貨那種 早餐店會用的那種籃子很像 就是那種螢光綠 然後它那個時候後面掛著一個CD 這很像是別人放在腳踏車後面的那種籃子 所以我覺得這個畫面看起來蠻有趣的 然後我就拍一下這張照片 而且它CD上面的那些光澤呢 其實仔細看一下那個顏色也是還蠻漂亮的 這張照片呢我是經過了一個 海洋士脈汽車影響 那它的店面在旁邊 那這邊呢我不確定是倉庫還是什麼 可能就是一個擺設牆吧 它就把它的所有的東西堆在它的店門口 然後形成一個很密集的一個畫面 我看到的時候我覺得蠻有趣的 所以我就拍一下這張照片 接著這張應該是我這一天去拍照 我覺得拍到最喜歡的一張照片 那我總共有兩張 一張比較近一張比較遠 那我原本第一張拍的時候是想說 欸我不要去打擾到這個人 但是後來發現這個阿伯真的看電視看得非常認真 所以我就再往前走了一點 然後拍下了第二張就是這個比較近的這一張 那大家如果眼尖一點可以看到 就是我在它的玻璃的反射裡面 也有自己的一個倒影 因為我前陣子剛好看了一個紀錄片 是關於一個美國的女性攝影師 叫做Vivienne Meyer 那她算是女性在街頭攝影的這個 算是蠻先驅的一個蠻重要的角色 她也是低調低調 大家有興趣可以再去看她的東西 我覺得算是非常厲害的一個攝影師 然後她的特徵就是她很喜歡 在路上的不經意的反光表面 拍下一張自己跟路人的合影 那我覺得這個不敢說有在大師等起來 但是我自己這樣子亂玩亂玩 從別人的作品或靈感亂玩出來的結果 我覺得這一張呢 雖然是我近期內覺得 比較有跳脫自己平常拍攝習慣的一張照片 那麼接下來這一張我覺得蠻特別的 因為大家如果有去中山那邊逛過街 應該知道這邊其實蠻多那種古著店的 然後那個時候剛好就有一群應該是古著店的店員 就在那邊拍那種可能IG的限時動態穿搭分享什麼的 然後我剛好看到這個玻璃的倒影 因為我覺得其實他們三個在那裡本身是沒有什麼特別有趣的構圖 但是後來我用從倒影裡面拍過去 它玻璃上的那個點點的顏色跟他們本身穿著就很鮮豔的衣服的顏色 其實形成一個蠻有趣的畫面 好接下來這一張我覺得算是我今天第二喜歡的 我最近很像真的很喜歡拍這種從一個反射的表面內去構圖 那這個時候是我經過一條小巷子 然後看到這個很鏡面的一個鐵門 然後剛好有個阿伯站在前面再幫另外一台車指揮 然後我想說那我就靜靜的把這個阿伯拍下來 那我覺得這張照片的光線本身就還蠻特別的 就是因為它那個時候的光線還蠻好的 就是太陽是那種斜射的 已經有點四五點的這樣子 然後阿伯身上穿的那種淺紫色的衣服跟陽光帶出來的黃色 還有左邊黃色的應該是穿單吧 應該不是符咒吧 形成一個蠻特別的一個顏色的對比 那我個人也是蠻喜歡這張照片的 那最後的最後呢 這張應該算是我今天第三喜歡的吧 那我個人其實沒有很喜歡拍小動物 因為我覺得拍小動物的話會有一點無聊 我自己覺得 所以我平常在拍照的時候 並不會特別想要去拍小動物 但是我這個時候看到那隻貓 它站在一個應該是那種 應該日志時代留下來的建築 然後它就站在上面 就在那邊靜靜的看著下面的人 然後一直走顧右盤 然後那個時候我也不想要太打擾到它 所以我就站在對接 就是用這顆物絲去把它拍下來 拍到這個畫面 我覺得還蠻喜歡的 那麼那一天呢 我其實在中山站那邊走了兩三個小時 走到後來我手臂都有點曬傷 其實還是蠻不習慣台灣這個很熱的太陽 但是我覺得主要有兩個點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覺得以前我會覺得台灣的街道很醜很醜 就是街景很醜啊 勢容很醜 所以就不太喜歡在台灣拍照 但是後來覺得其實 如果你可以在一個地方拍很久 然後拍出自己的風格 其實我覺得這個反而比你很會跑那種IG景點 然後拍出一些很厲害的東西 拍出一些很唯美的東西 還要厲害 第二個點是我覺得FUJI這顆50呢 其實真的還蠻好用的 因為我前面是用23mm跟35mm比較多 那這兩顆對應到全幅的大小大概是 就是35跟50定這樣子 那這個50它用起來是75 就有點比較那種望遠的感覺 但是又不會到橫壓縮 對所以我覺得這個用起來感覺還是算蠻舒服的 因為它可以讓你在眼睛看到的畫面 再稍微zoom in一點 你就是不會到你必須要走很近去拍攝 那我覺得這個鏡頭 如果你平常是想要就是 不要太緊繃去拍的話 因為我覺得你用23去拍 它那個等效35 有時候你真的要貼得到人很近 你可能 我是沒有被靠搖過啊 但是有時候你可能遇到一些 比較激進的人他就會不喜歡這樣子 對所以我覺得這顆50呢 用起來的話比較適合就是你平常出去 你不想要引起太多的注意 你就是站在遠遠的地方 這樣慢慢拍的話 我覺得這顆50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那麼我之後呢會再跟大家分享 就是這三個鏡頭分別的使用的特性 還有我喜歡跟不喜歡的點 那我之後再做一支影片跟大家分享 那麼這支影片就先到這裡啦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再幫我按個讚並且訂閱一下 然後也可以去支通我的IG 我會留在下面 那麼我近期的話呢 應該就是可能會再安排去 台南啊還有屏東那邊 還有高雄可能去拍一些東西這樣子 對然後如果大家還有其他覺得 非常好拍的城市或是地點的話 也可以跟我分享 那我個人是比較喜歡拍這種 比較OG的地方啊 但是如果那種非常現代感的 應該也是OK這樣子 那大家再跟我分享一下 那麼這支影片就先到這裡啦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叫麻 喔